远东百货花莲店连续10年 在圣诞节前夕发起的心愿礼物热养计划 今年也在花莲市公所共同响应之下 24号下午顺利的把300份的心愿礼物 送到花莲家福中心 小朋友们看到自己的心愿化成石子的礼物之后 现场充满了欢乐的威心氛围 远东百货花莲店已经连续10年 在圣诞节前夕发起心愿礼物热养计划 而今年也在花莲市公所的共同响应之下 24号下午顺利将300份心愿礼物 送往花莲家福中心 远东在花莲投资了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了 我们一直非常关心花莲所有居民的状况 非常感谢花莲市公所跟花莲世代会主席 他们非常慷慨解囊都各任领了100份 让我们这个任务每年都能够圆满提前的搭乘 小朋友在看见自己的心愿化为实质的礼物后 难言的好心情也全都写在脸上 让现场充满欢乐的温馨氛围 其实我们可能在一般我们的家庭 帮我们的孩子准备一份礼物 或许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个部分 但是在我们所服务的家庭当中 不见得每一个家庭都有能力 在实现他们每一个孩子 这个圣诞礼物小小的梦想 那其实每一年的这个时间点 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写他们自己的许愿卡 然后帮他做实现我认为对我们的孩子 在成长的历程当中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其实这个活动已经办理10年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平安宴今天 然后发放我们礼物给我们孩子们 也希望说能够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圣诞节 那最后也希望我们如果有各个民间企业或社团 如果有任何需要捐助资源的地方 我想家府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地方 那也希望未来家府的孩子只要有能力了 也都可以回馈给我们花莲 我们整个社会 花莲家府中心除了感谢圆柏 连续多年发挥自身影响力 创造圣诞礼物募集平台 更号召民众一同响应爱心行动 让花莲家府孩子的愿望 有机会被听见与实现 而这300份礼物也带着各界的祝福 温暖了孩子的冬天 记者 许丽晴 华联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